离过婚的男人就是直接 前一秒还和女孩有说有笑 下一秒就让女孩脱下衣服 说要给他检查身体 女孩愣住了 虽说这是在船上 可毕竟外面还有人呢 可看着男人一本正经的样子 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 他也只能背过身去 缓缓脱下自己的衣服 男人看着女孩那楚楚动人的样子 当即化身为野兽 而他不会想到 日后他会为了这个女孩 肝肠存断 秋夜是一个学妇舞车的大学教授 而且家底丰厚 这也造就了他游戏人间的心态 先后娶了三位妻子 可每一任妻子都没能陪他走到最后 朋友看他如此放荡不羁 也是操醉了心 于是给他介绍了一个酒吧女 物子 希望她能安定下来 物子是一个来自偏远山区的姑娘 一个人来到大城市奋斗 又没什么学识 只能在酒吧卖酒养活自己 瑟氏卫生的他 脸上写满了天真 第一次见秋夜时 也是表现得十分拘谨 紧张不安地 搓着双手 十分不自在 像秋夜这样的老狐狸 自然看出女孩的不自在 这样的青春小白花 他最知道该如何对付 于是开始和女孩套近乎 缓解他的紧张 很快两人就相谈甚欢了 等到第二次见面时 两人之间的相处已经自然了许多 这次 秋夜也成功把小白花 带到了小房间内 虽然物子一路上 都在跟自己做心理建设 可男人的直接 还是把他吓到了 可秋夜才不管这些 一把将物子推倒 开始动手动脚 物子毕竟是第一次 他希望能有一个比较美妙的夜晚 于是让秋夜先去沐浴 秋夜倒也听话 只是等他回来时 就发现女孩洋装睡着 这一次的秋夜 也就没再勉强 这男人深知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让秋夜没想到的是 他似乎真的爱上了物子 居然像个毛头小子一般 迫不及待地想要与物子见面 于是和物子约定好 见面时间后 一下班就一路狂奔 可两人刚接了个吻 就接到了前妻石子的电话 原来石子因为秋夜好久没去找他 十分落寞 秋夜随口敷衍着 毕竟他现在已经有了新宠 两人算是正式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 秋夜开始带着物子买包包和衣服 不得不说秋夜的品味很是不错 在他的一番改造下 物子已经不再是初见识 那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姑娘 而是变得时尚潮流 与这个城市融为一体 这天两人正在西餐厅吃饭 物子总觉得对面那个中年妇女 似乎一直在往这边看 根据物子的描述 秋夜已经猜到了 那是前妻石子 于是故意追走了物子 跑到前妻面前警告几句 只是前妻毕竟还带着女儿 她也不好把话说得太过分 可就连她自己也没想到 她一直没当回事的前妻 会给她埋下一个踏坑 女孩贴心地给男人倒了一杯水 她却别出心裁 想要换一种喝法 老夫少妻就是迷惘 不过她的小娇妻可没那么天真 虽然秋夜一直隐藏得很好 不过物子还是发现了异常 她虽然单纯 但并不傻 只是看在前的面子上 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这天石子打来了电话 秋夜不在 物子就接听了 这还是两人第一次交流 石子通过电话 已经可以确认物子和秋夜住在一起了 两个女人相互试探着 石子虽然在电话里并没有表现出什么 但放下电话后 石鹿之情一语咽掉 甚至一下子探到在地上 而物子则是等秋夜回来后 拿着从抽屉里翻找出来的口红 问是谁的 秋夜打着哈哈糊弄过去 但物子的心里又何尝不明白 只是秋夜出手大方 而她也的确需要这张长期翻票 也就没那么较真了 在秋夜的调教下 物子不只在穿着打扮上提高了一个档次 就连烹饪手艺也增进了不少 完全就是个完美人妻 朋友看着秋夜和物子恩爱的样子 对视觉的自己介绍对了 物子最近总觉得 自己出行时有人在后面跟着 有次她往回看时 就看到一个女人一脸玩味地看着她 那正是秋夜的前妻 石子 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 她似乎在预谋着什么事情 秋夜对物子越来越宠爱了 甚至花大价钱给她买了一家店铺 或许她从来都不是想要把物子 变成一个家庭主妇 而是一个内外兼修 在家是贤妻 在外也能独等一面的女人 很快物子的店铺开张了 在她的精心打理下 店铺的生意也算是有声有色 原以为两人会这样下去 但这晚物子突然向秋夜提出 想要去美国学习 只不过需要一笔不小的学费 希望秋夜能提供资金支持 秋夜乍听到这个提议 内心是不接受的 毕竟那意味着两人会分开好久 况且这学费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但英雄难过美人观 在物子的软磨硬泡下 她还是答应了 离别那天 秋夜去送她 看起来十分不舍 但是隔天她就去找了石子 还提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请求 一起去吃饭 这话显然有别的神意 好在石子委婉地拒绝了 在物子离开这段期间 秋夜的母亲突然病倒了 这时秋夜的另一位前妻 金子出现 金子是来看望这位曾经的婆婆的 感情都是相互的 秋夜的母亲同样也最喜欢这个儿媳 秋夜看到金子如此关心母亲 心怀感恩 想要抱大一番 但金子同样委婉拒绝 并劝她好自为真 三个月之后 物子从美国回来了 她变化不小 不止剪了短发 人也变得更加潮流了 虽然对待秋夜依旧很热情 但秋夜却总觉得好像 哪里都不一样了 这是日本知名演员 黑木桐的入行之作 第一部作品就成语满满 为艺术奉献了不少 但真正让观众在意的 不是电影的尺度 而是她从一个青春小白花 到霸气女强人的完美蛻变 不得不说 物子从美国回来后 真的是大变样 就连打不课都变得主动起来 要知道 之前的物子 别说主动了 就连开着灯都不行 因此还让秋夜 养成了关灯的习惯 这让秋夜感觉甚好 可很快 秋夜就后悔了 因为物子这次回来后 再也不像之前那样 年的她了 整天沉迷于工作 就连吃个饭都要预约 就算预约上了 也只是匆匆聊几句 就又要去工作了 这让秋夜顿觉失落 要知道 从前都是她让女人失落的 还从来没有女人 让她有这样的感觉 这天 物子的店里 来了一个年轻男人 物子一见到她 就十分开心 两人的关系 似乎很亲密 引得一旁的店员 小声嘀咕着 这些天里 物子总是早出晚归 有时秋夜给她打电话也不接 这引起了秋夜的怀疑 怀疑物子在外面有人了 于是总是言语试探物子 但物子却说她误会了 气不过的秋夜 想要身体力行地教育她一番 没想到 物子根本不让她碰 甚至为了反抗还咬了她 这让秋夜觉得 物子不再是 那个她能掌控的女人 可平静下来后 物子却对她道歉 还说是秋夜想多了 之后就委屈地跑走了 不过秋夜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物子跑走后就去了酒吧 为了释放压力 还在那里疯玩一夜 还故意让酒吧小哥 给秋夜打电话 说今晚不回去了 这可把秋夜给气坏了 他生气地将桌子上的东西 扒拉到地下 却无意间看见了一封信 顿时更加上火 他想要借酒消愁 可脑子却无比清醒 最后只能蜷缩在角落里 像个找不到家的孩子 终于物子回来了 看到趴在沙发上 只露出两只眼的秋夜 顿时吓得一跳 秋夜却拿出那封信 质问他究竟是哪个野男人写的 他歇斯底里地怒吼着 还用言语侮辱物子 物子委屈地跑开了 秋夜追了上去 他一定要知道这个野男人是谁 可让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物子来的居然是前妻石子的小区 他带着满腹疑惑 打开了石子家的门 却看到两个女人抱在一起 原来半年前 物子遇上石子后 两个本事情敌的女人 却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也是石子告诉物子 一定要有自己的人生 不要活在男人的阴影下 可秋夜可听不得这些 他上去二话不说 就要把物子抓走 但物子又怎会乖乖听话 甚至为了反抗 还给了秋夜一巴掌 之后就逃离了那个地方 只留下石子在那里安慰他 石子温柔地说道 物子的确优秀 你对他用情之深 也在情理之中 只是现在的物子 已经不再是你能掌控的女人 乌露偏逢连夜雨 就在秋夜一团乱麻的时候 他的母亲去世了 而自始至终 陪在身边照顾母亲的 只有前前妻金子 虽然最后物子也来了 但他的目的 却是彻底和秋夜分手 他告诉秋夜 自己曾经真的爱过他 但是石子告诉他 人生还有很多种选择 所以才会努力提升自己 但是秋夜却误会了他 如今事情已成定局 秋夜也不再执着 他知道就算把物子 抢留在身边也没了意思 只能放物子走 而物子则会在追求 自我的道路上 闪闪发光 然后再次再次発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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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光